迎戰九月底的U23世界盃棒球賽 中華隊這次網羅了十一位年輕投手 當中一共有九位球速落在一百五十公里 上下的火球男 而其中年僅十八歲 被總教練定位在先發的 前古堡王牌林玉銘 面對這次越擊打怪 可是越越欲試 我覺得壓力比較小吧 因為畢竟自己就十八歲而已 然後對到的可能都是已經打直棒 甚至更好的階級 然後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賽前在那邊緊張 結果一定不會太好 所以我就覺得就放手去投就好 結果好壞那是之後的事 這幾天開始就會慢慢 可能去看有沒有對手的影片 然後就慢慢去抓他們 可能比較不熟悉哪些球種這樣子 包含林玉銘在內 這次U23的投手群之中 並共有三位球員 是二零一九年U18世界盃的冠軍班底 另外兩位分別是林玉銘 從高中到大學的好戰友潘文輝 以及前年動完 Tommy John手術的李承勳 而談起這次國際賽 這兩人都有各自的目標 最辛苦的部分 就是剛投球的時候 就是復健剛投球的時候 就是跌跌撞撞 有時候就是投一下子就不行 就是也是慢慢找回那個之前的手感 因為我現在是投短局數 就是我想要之後 就是看可不可以落回到先發這樣 就是自己的控球吧 就是精準度吧 就是打者比較暴打的地方 就是就會比較專注在那個控球方面 自己要那個想像比賽場景這樣 然後去模擬投什麼球啊 位置要丟哪裡這樣 對 年輕有球速是最大本錢 但對於自我的要求更是重要 林玉銘 潘文輝跟李承勳 三位擁有旅外潛力的青年強投 再次披上中華隊戰袍 會繳出什麼樣的精彩表現 球迷們都在等著看 WT新聞採訪報導